大家好 我是毛迪七的老顽童赵同达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自己这个性格一辈子了 快七十岁了 人家有的时候我这个脾气啊 我看着有一些事情 让人感到奇怪愤怒 我会非常的气 过去我年轻的时候 就还常常说一句话 我也忘了是跟谁学的啊 从哪点看到的 那句话就说 先学不生气 后学气别人 而我呢 却常常是还没等生别人生气呢 我先气了个半死 而且我一愤怒 我会就好像那个 感觉到这个血上头了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 什么也都不管了 什么全都跑到脑后了 啊 所以说最近有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啊 微博放在这个头条上啊 我讲了关于血性这件事情 啊 很多朋友他讲说你血性不可以的 这个血性 你有血性不可以啊 你有血性了 很可能你就得上法庭 你就得因此付出很多的代价 啊 所以说还是要忍耐 可是我 我觉得我这个性格呀 真的 能活得这么大年纪 也算是老天保佑吧 人家说 人不该死 老天来救了嘛 啊 我当然我遇到过很多的危险 也跟一些 那些 很恨 看上去很了不得那些人 可以他可以随便要别人命的人 我也跟那种人打过交道 啊 我也跟他们叫过板 但是我还活下来了 我觉得这也是个奇迹吧 所以呢这个今天我要讲这件事情呢是 啊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的 我都不太清楚啊 就是马拉松比赛 我国的一个运动员呢 跟一个外国的运动员前后都距离差不多 到了最后关头 就要争这个冠军最后的一段 一小段距离了 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 因为马拉松我们知道啊 几十公里的跑啊 那是 那相反的我是 我不敢想象我自己能去跑马拉松啊 可是人家那个女的啊 是个女孩 我看是个姑娘 在这个时候 却忽然有人跑到场子里去干扰 还拿一本国旗去递给这个姑娘 用往她手里塞 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去制止 没有人去管 他就明显的打扰了 我们自己运动员的这个节奏 那明显的把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而且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跑了几十公里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个时候真的 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连爬起来的力量都会没有的 这个时候是任何一点的力量 都是靠着那个信念 那个努力在坚持的 你这个时候跑到里头去 打乱他的节奏 还递给他一个国旗 你看那个国旗可能是觉得那一块布 能有多重 你拿在手里 你为国争光 就因为你那个国旗打扰 他不能为国争光 那个我们这个运动员 这个时候被人家超过了 他跑了几步以后 把这个国旗丢下来了 最后他也没能得到冠军 冠军被别人争取了 而那个帝国旗的人 却反骂他不爱国 说你把国旗扔掉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混蛋 他敢说这样的话 真的我非常气 我要再成为 我恨不得上去打他 你凭什么跑到里头干扰去 你是不是收了外国人的钱 你到里头去做怪去了 你这个汉奸 我们那位 我不知道我们那位运动员 他最后他是采取了措施没有 我只知道那个 在那个视频里有人讲到 因为他把国旗扔掉了 然后人家骂他说他不爱国 把国旗丢掉了 哎呀 我看了我非常的愤怒 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被外国人收买了 这是个汉奸 他跑里捣乱去了 为什么当时没人管 没有人去制止他 就算当时没人制止 让他得逞 他跑到里头干扰了 那也当时就把他逮捕 抓起来 手铐给他铐上 把他拖走 审审他 让他赔偿 我觉得我们那位女运动员 我们那位运动员也应该告他 应该告他 你把我一个金牌变成了银牌了 你去打扰我 干扰我的节奏 你反正还侮辱我 说我不爱国 到底是我不爱国 还是你不爱国 我就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我那个心里一直就气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 你是个人的话 而且你也不是个小孩子 你是个成年人 你就要有个脑子嘛 你会想嘛 他跑了好几十公里呀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时候你到底去打扰他 栽给他锅旗 你是在干什么 如果你真的爱国 你可以在终点那里等着嘛 你为什么在那里跑进去干扰他去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让他发生 甚至我觉得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一个国人 既然我们爱国呀 我们的运动员 在运动场上为国争光 他们在努力拼搏的时候 我们就会注意 就应该想办法 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到他 而这时候发现 有人跑进去干扰他的时候 就应该打他 把他打倒 让他爬不起来 让他干扰不到 才是你的爱国行为 你把他放进去 让他到里头干扰去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 觉得越想越可恨的 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呢 最近我写的那个 在那个微博里头 那个微头条里头 我写了关于这个血性 人活着有个血性 可是有很多人 现在网上不同意我的观点 他认为现在我们上面有老 下面有小 我们也有我们的事业 人一下就完了 我们就应该去忍耐 不要有血性 有血性常常会惹祸 招灾的 可是你反过来想想 一个人你如果 人人都没有了血性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会变成什么 你想到过吗 你有想过吗 如果当年日本鬼子 侵略中国的时候 人人都去当罕奸 都是我为了保住性命 我当罕奸去 不要血性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 就是日本鬼子的奴隶 我们就亡国亡种了 为什么这个血性 我讲这个血性 也不是说 我们每个人看到坏人 我们就拼去打去 然后给自己惹一些麻烦 去上法庭去 甚至可能会坐牢 也不完全是那样 但是我们看到坏人的时候 首先 因为现在是法治社会 现在你有点什么事情 就就 甚至那个坏人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跟你来缠斗啊 就好像人家说 那个癞蛤蟆跳的脚背上 他不咬人 让你恶心啊 所以呢 你这首先要收证 就是想办法 你把那个经过记下来 记录下来 以后作为一个存证 以后作为一个证据 还有一个呢 你也不能上去就怎么 但是看到坏人 我们大家都要知道 今天有坏人欺负旁边的人 大家都不管 总有一天 坏人会欺负到你的头上 坏人欺负到你的头上的时候 也没有人来管 他都觉得事不关己嘛 我不要有血性嘛 我有了血性 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嘛 很可能去警察 让我去记录去 去问我的这个口供去 去上法庭去 甚至坏人会追着我来找我 报复来等等的 你各种各样的 没考虑算了 我悄悄的走 低着头 我假如没看见 你也这样 他也这样 人人这样 你想想 有一天轮到你的头上 是没有人帮你的 坏人欺负到你的头上 没有人会理你 没有人会帮你 那时候你怎么办 有的人说我们叫警察 我们报警 警察不会跟到你身边的 他不是你的保镖 当然你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条件 你可以请保镖保着你的话 你当然可以啊 你都不用叫警察 你的保镖都把你解决了 打死了人 那个保镖会帮你 帮你坐牢去 你都没有事嘛 可是我们不是有那个条件的人 那怎么办 警察不会随时来保护你 所以说你就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不是说我耗得大家有血性 不是说你就天天天去 跟人家去打去去杀戚 腰里随时憋着个大彩刀 准备去看人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我看到我 我我写这篇东西以后 很多朋友在那个 下面给我留言 有的是带着讽刺的意味 要轮到你会怎么样 轮到我 我是不答应的 我的人就是让我这一百多斤 我就合着 我跟你拼下去 我也绝不答应 我这一辈子就这样活过来的 我遇到过那样的事情 我还明明跟您讲 我遇到过 我遇到还多次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 东跑西跑的嘛 我也遇到过不少次的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知道 我讲的这个血性 不是说你随时 随时的准备去跟人拼命 可是我们见到坏人坏事 我们就要有站出来的勇气 哎呀 现在旁边这里又开始干扰放音乐了 我也 玩这个话 我今天也就 说这么多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